来看这个坚强的阿嬷 她是住在屏东的邱秀之 照顾女儿离婚之后 留下来的三个孙子 其中两个还生病 但是她不辞辛劳 帮宝贝孙子扣好后子 接下来要扣好自己 这是秀之阿嬷给孙子的功课 我帮你自己挂 再挂来的 我带走了 我们先去下楼梯了 她就这天棒啊 她就会下楼梯啊 三个孙子中 两个各自离患重中度脑性麻痹 大孙子行动不便 还是得自己下楼梯 一步一步虽然缓慢 但值得等待 训练孙子上机 扣大安全帽 培养自己的能力 是秀之阿嬷的使命 跌倒了得自己站起来 尽管心疼但绝不心软 是阿嬷的教育方式 女儿离婚后到外地工作赚钱 老妈是医学术语 秀之阿嬷未必懂得透彻 她只知道不能放弃 哪里都是公兵 只要说你这个不会好 甚至于朋友来到这边 我先生的朋友来到这边 你放弃不要再追究 因为这种的小孩子 是不会好的 听的那个时候 真的心很痛 但是我不服气 一周有四天 秀之阿嬷带着两个孙子 东奔西跑 从屏东到高雄就医福建 哪里能治疗就往哪里去 抹眉是一倍 它等于是三倍 它比较耗力 所以它比较辛苦 这样子跳 不是这样子跳 坚强和毅力 让秀之阿嬷 获选为今年家福基金会 表扬的自强母亲 一直鼓励 是秀之阿嬷的勋章 孙子们一路走来 慢慢独立 给她的安慰与感动 是令她骄傲的宝藏 今天那么辛苦的 接我们上下学 谢谢阿嬷 你有没有打算说 以后怎么来回报她 做很多学 她会要很大的来往 记者张春华 继波续往越方 评论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